155 文匯報A 股勢穩港股保障擴大 2015年7月18日投資理財B05數碼收費站司馬敬美股 三大指數隔晚持續上升,納指更創新高步5,163 升1.26%,道指升70點步18,120 有直逼歷史高位姿勢,州五亞太區股市普遍上升 內地上證中指在期指結算下大升3.51% 元長,收報3,957,影響所及 港股保障升勢零例,高開84點後,升勢迅速擴大 五市最多升355點高見25,517 港交所0.388,中指勸箱,內訪、內險、醫藥受追捧 簽收報25415,全日升252點或百分之一,成交951億元 內地A股年升兩週,確認3373二見底,市場優累的期指結算大震倉 方亦消除,由來A股持穩走勢,港股先後收復250天線 10天線,並擴大升勢,而其指亦轉炒高水 於是港股在下半月有望向25800推進 司馬健內地A股在昨天其指結算日再成功闖關 開市前,內地媒體報導中證金已獲多間銀行 授訊2萬億元人民幣,到位資金已達1.3萬億元人民幣 反映中證金已有充足彈藥繩折壓,有利其指結算協淡倉的氛圍 上證中指在大盤力撐下,直逼4千關,高檢3994,收報3957,大升134.5% 全州計急升2%,為連續兩週上升,而致此位以由上週的3500上移至本週3700水平 有利A股持續回穩走勢,據《財經》雜誌網站報導 中證金獲商業銀行授訊規模約2萬億元人民幣 截至本週一,已有17家商業銀行合共者與中證金近1.3萬億元 其中已招商銀行提供最多達1860億元 四大國有銀行等共7家銀行分別亦提供超過1000億元 另外,中證金早前發行800億元三個月短期融資券亦全部獲營購 中證金水投足有力撐A股中證金獲大放水 與中央早前推出一系列救市措施推動 為防止A股持續下跌,影響內地金融系統穩定 其中人民銀行會積極協助中證金 以各種方式獲得充足的流動性 港股走勢明顯轉好,7月期只在港股收市後 持續向好,收報25421,升354點 較遲轉炒高水6點,扭轉了近期反彈市營炒低水的局面 港股走勢轉好,以吸引資金回流 昨晚紐約港元獲買盤追捧升穿7.75美元關 報7.7499斜線7.5007,下半月向25800推進以技術走勢而言 遲先後升月250天線24920 10天線24980,而遲現水平拋離250天線495點 高於10天線515點,顯示港股走勢而擺脫上周的觀望氛圍 呈現追落後的走勢,全州挺升百分之二 事實上,外圍市方已明顯轉階 特別是美股再度直迫歷史新高 港股可謂大落後,主要是優雷秀內地 A股反彈後再插水 不過,本州上證中只反覆穩升百分之二 且遠離3373低位達600點 顯示A股已見底處於回徵走勢 有助港股下半月追落後,可望向25800推進 中資金融股法力追升 國壽2628和平保231 百升於百分之一 交行3328和招行396百升百分之二 海通證券6837和中信證券6030 急升於百分之七至近百分之九 公司動向方面,中法化肥零297發營起 截至今年6月底指6個月盈利按年上升1.2倍至1.6倍 主要是公司持續改善經營管理並加強成本控制 管理水平和效率顯著提高 以及上半年花肥產品市場價格上升 在內心裏有一個綜合活的改善機